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会对肖战格外着迷了 因为肖战他这个人真的让粉丝们猜不透 你觉得他在空余时间的花絮里调皮打闹 可是以前的团队里又很懂礼貌式大皮 你觉得他参加团队游戏的时候很认真 可他又不在乎输赢 永远保持有一比一的心态 你觉得他有时候像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是被孤立了 可转眼之后他就有办法让大片人都围着他转 还有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解肖战最近发生的事了吧 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多天 但这件事反而是传得越来越开了 虽然肖战在这件事中经历了种种黑他的议论 而肖战也一直没有对每次的事情做出太仔细正面的回应 所以在很大的可能上还是能解释肖战并没有经历做过那些事情 近日肖战再一次在国外霍丰年度最佳男主 获得国外年度人气第一名 世界级影响力在获认证 上一次是在泰国 如今成了马来西亚 有八家媒体都在报道肖战的好消息和新荣誉 还是那句话 肖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同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肖战也非常清醒 知道自己的努力方向在什么地方 也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走 脚踏实地 比例前行 自坚自强 继续追寻自己的适合远方 也相信演员肖战一定会在中国影视剧领域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以说肖战身为演员以及做人的态度确实非常优秀 这也是我们大家喜欢肖战的重要原因 小红书